。 曲uarwan 何美 大家好 好 大家還是好? 好 好嗎? 大家好 怎樣 有點緊張 都緊張 有沒有緊張 被嚇壞了 首先 首先呢 先非常多謝 我講愿意還是講話 愿意 講多話 講多話 首先呢 先非常多謝 我們的發展局經理 給我這個機會 可以在這裏跟大家做這個 運輯觀察 那當然 剛才聽到我們的 整個產品 特別是我們的三位 的分享者 我不知道大家 有什麼感覺 我知道一個感覺就是 那三位因為健康 的問題 他願意 我剛才不知道聽到他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明明有病的人 應該說你會傷心 那你剛才看到他是 開心還是傷心 開心 是不是開心 對 那我在那裡想 如果是這麼開心 那今天是第一天來看這個 建政會的人 我不知道你什麼心態 那你會不會覺得 是一場戲呢 是會的 為什麼 因為我都想當天 兩年半前的時候 我都出席了 建政會的人 那在我接下來 建政會的時候 第一次被 我嘗試帶來 在一個建政會的時候 都叫做建政 那 乾了 那我本身 都做乾了 骨鑄石 那我相信 分享者應該是 大人 不舒服 或者是經歷 那你論上 他應該會說得 比較慘一點 那剛才我看到 我這麼開心 我都不知道 是因為 陳迫令他 改善了他開心 或者 基本上 是 不知道是否真的 有時候我們會問 為什麼 因為 不好意思 有麥克風 好 好 謝謝 好 OK 那 所以呢 新朋友 我相信 帶你來的時候 他一定有目的 可能你是因為健康 可能你是想看一個商機 是 因為在靈媒 兩方面 都是我們非常注重的東西 是 尤其是 如果今天 你來看一場 商機 而想知道 通過建政 了解那個成品 可以不可以 是吧 那如果今天 你本身 或者身邊真的有些朋友 或者家人 當下 真的 醫生 都已經在給藥 那 真的 你可能 可以研究一下 究竟 有些什麽 可以令到大家 改善了 這個健康之後 他們真的 很開心 那 你看一下 這個是 一個 幹細胞 我相信 剛才 我們這個 在這裏分析 什麽叫做 幹細胞 大家留意到嗎 那你知不知 我們是幹細胞做的 是 是 你知不知 當下我可以站著這裏 和你分享 其實是跟藥 這裏來的 幹細胞 是啊 如果你幹細胞 適機的話 你就是躺在那裏 是 那你知不知 你後生人 和 中年人 和老人家 用幹細胞去 走進去 那你知不知 有分別的 有 那你知不知 小朋友的幹細胞 活躍性 如果身體上 每個人都有一千億的 一小億的幹細胞 小朋友 中年人 和老人家有分別嗎 有 有 當下的活躍度 不同 是 老人家可能剩下 不怕 即是七十歲以上的人 那你四十歲的話 可能你四十巴仙容忍的人 那 那 年輕人呢 二十五歲之下 你由一百巴仙 補活躍 為什麼他會活躍呢 因為 你在撞堤 他幫助你撞堤 那為什麼二十五歲之後 他會 慢下來呢 因為他誤會了 你身體不會誤會了 他太多了 那不知不覺 二十五歲的文 每一天 每一天 你照鏡看不到 是 因為你看不到 你老人家 但十年看一次呢 不會 你看到了 我們的身體呢 如果 根據 保險 多少歲買保險 開始跪人 四十歲 所以四十歲呢 我們身體上 活躍幹細胞 幫我們做事 只有四十巴仁 那其餘去到哪裡 他睡夠了 他存在的 大家要睡覺 那我問大家 如果今天 有個科技 而科技已經存在了五六十年 而一九六幾年的時候 已經有了 但是以前的這種科技 根本只是被超級富豪 名人 政治人物 而這些信息 在他的身邊 都可以知道 我們是貧民不知道的 跟你沒有關係 因為他的科技 如果用到你飛去德國 你飛去瑞士 你飛去美國 你飛去紐西南 你都要用百萬 或者千萬 去享受這些 非常之貴的東西 那如果今天跟你說 科技的進步 就是剛才那五大科技 改革了 顛倒了 這些鑄石的科技 那今天如果是兩粒幾塊 可以嗎 可以 你可以十粒十粒 所以你看看 這些科技的進步 他的改變 變成可以大量生產 那麼科技呢 可以來得到 我們都用得到 那麼簡單來說 不僅是去保安全 鑄石的是不安全 其他動物的東西 你鑄石的身體的話 如果入了血管 會暴霉 暴霉 所以口服到腸懷 才解了我們的血管 才是最有效的 因為動物的胎本 動物的胎本素 你看 這個科技的改革 逆到哪一個 我和你講的 如果今天你聽不懂的話 就和你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真的認真去考察 和研究 究竟在健康的科技上 今天得到了一個答案 又不是新的 公司都15年了 這間公司15年 那未15年之前 這個科技存在嗎 存在 存在 這間公司 擁有這個科技 是用了15年的時間 去研究 用了這麼大的科技 加上臨床事業 到它穩定了 才可以放進學裡 是 所以靈回15歲 但是科技不是15歲 是 所以你想想 這樣的一種改革 令到我們有難力去用 是 是不是一個好事 是 我們真的要給我們的靈回 一個掌聲 幸好 當靈回拿到這個科技的時候 它的決定 它不是交給一個國家 一個人做總代理 那如果是呢 那你不是見到游細行在賣嗎 賣 賣 譬如說來到香港 你現在成為了 那 那就全部屈臣屎又細買 是吧 那你有機會賺錢嗎 沒有 那你警察會賣這個價錢嗎 沒有 那你要研究入醫院呢 我再將它的配方再改一改 所以 有些你可以在Wattson買 有些只是在醫院可以買 是 那我跟他們說是不一用的 是 那你覺得是多少錢 會貴嗎 會貴嗎 當然 聽的人 如果今天你很學生 健康跟你沒有關係 是 但是當下你的身體 可能有些壓健康 你覺得那裏痛 你覺得那裏痛 一痛就買你了 你聽人痛 買這樣的製品這麼貴 你都買了 一套迷你了 是吧 所以有些情況 我們沒有想過 生意如果今天不是 我們用這個方法來做 銷售 我們沒有辦法用這個方法 去擁有一個 產品的方法 我很肯定 如果在醫院買的話 你給融資 不是這個錢 那如果今天是你Wattson買的話 你肯定 你賣到的 不是有12個地方 你知道 有幾便宜有幾便宜 那我肯定 做這個生意的人 對不對 只有四五個人 是很有錢 和你不關 對 就是因為你會去看透 這個生意 那麼 剛剛 我們的林文鋒老闆 他過去 未做 未成立這間公司的之前 他本身在大學之前 還沒修博士 還沒畢業 他就愛想到直銷 是直銷的 沒錯 是直銷的 那愛想到直銷 他發覺到其實直銷 是一個方法 真的可以改變人生 那他做呢 他就和他太太的妹妹 一起做直銷 一直做 到他33歲 其實發生什麼事 他發覺到直銷 是不是真的騙人 因為他都是受害者 他前面的三年 他做了 前面的三到五年 給大家一個公司 他結束都是一個不開心的方法 那麼 他重申 再聘請 給公司投資 聘請做CEO 結果是什麼 因為利益的問題 那麼 告後 你在一間公司做高層 所以他經歷過 他才開始決定 做自己的直銷公司 那你知道嗎 他做自己的直銷公司的時候 他其實 想了一段時間 我已經想了 如果我做自己的直銷公司 他可不可以補儲持 去初心 創立這間公司的原理呢 我想很久了 所以他為了要提醒自己之外 再提醒全部人 他就給這間公司的名字叫做 3-Wing 來自英文名叫做The Right Green 华以字叫做正商 那麼 你看一下 他的故事是這樣 那麼 他經營了15年之下 很多東西在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五年 又再十年 有沒有隊員 有 他開始隊員 他做事的 態度 所以他去選擇 去選擇四個 根本就是一張白紙的老人家 就教他開始 來到15年以後今日 彭泰文 全世界有15個國家 5個總部 60間分行 都有我們的分行 來幫助我們去做我們的發展 我們真的要給我們的營業公司 一個高級的掌聲 你看這間公司去強調的是什麼呢 他希望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平台成功 什麼叫任何人 如果沒有銷售能力的人可以做 可以 你知道為什麼他可以做嗎 我想問你 有沒有一間公司當你產品好 你賣了之後 賣一次 兩次 三次 有一天跟你說恭喜你 你又開始免費了 可能沒有 但是在歷回可以過 如果今天產品你用得好 你本身是復活者 剛才那三位 那產品 他融了之後 如果他只要做一些 人人都能做到的動作 你知道什麼動作嗎 我們有把口的嘛 如果你吃到好吃的東西 你介紹吧 會 你去了好玩的地方 你會告訴別人 會 你得到一個很好的健康科技 你融了之後 你身體很好 感受好不好 你會告訴別人 會 如果你做這些 平時人都做過的動作 那公司 給你開始進入免費食的方法 是不是會受益很多人 那我問你了 貴高價的東西 有沒有辦法便宜給你 有 有 要用方法 但事實上 如果一個高價的東西 在Worksons市買下 有沒有辦法便宜給你 有 每一樣東西有沒有錢的 有 有沒有每一樣東西都需要賺錢的 有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你看看 如果那樣東西是貴的 就好像你在用的iPhone 有沒有一天你是iPhone的忠實者 用了之後跟你說恭喜啦 你用了我的電話20年了 從今天開始 你是免費用的 沒有啊 所以你要研究究竟你會想做什麼 有很多人想享受一個貴的東西 而它本身一向都是高價而沒辦法便宜我的東西 你知道什麼是便宜嗎 比如這麼說 如果iPhone在賣的是二萬的東西 有一天是容有千迷給你 同一個Model 你會買什麼 你會想很久 已經是個雜裝了 是不是 那如果今天 230800 23380 不好意思 我來自賣 230800 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說 這個東西五百元 五千元賣到 你跟你說網上買得到 你敢擺盤嗎 你敢擺盤嗎 你可以打電話問你 我買了 我現在來拿貨 你猜你講些什麼 我不會沒有在網上買 我不知道你買什麼 所以你要研究一件事就是 貴的東西要便宜我們買 是不可能的 所以公司有一套方法 我們真的要問 帶你來的朋友 如果今天 配合得好 不單止你可以長期免費用 由你開始免費 或者你家人最重要的人免費 再給點時間 努力一點 配合到近一點 你信不信 開始 多一個家人免費 慢慢整個家人免費 慢慢整個家人免費 可能你家裏有十個成員 可以免費 都可以的 所以你看力回的方法 他就是希望通過這個方式 給不同人的需求 在這個平台裡 扮演不同角色 如果你想食產品 配合一下 食免費 如果你想食產品 如果你很認真 當是一個企業來做 可以賺錢嗎 可以 可以 如果今天 你是一個退休人士 你又不想提招人 那你又希望健康得利 又可以幫到人 又可以認識新朋友 又可以賺點錢 又可以做一個生意 又不需要用到你退休金 又不需要伸手幫兒子拿錢 是 自尊厭保持有 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是不是 是 所以你會用心的地方 就是很人情化的 是 所以呢 我過去是經營一個 充滿連鎖店的老闆 那我經營了二十年 到現在還在做什麼 那我在大概兩年半 應該說三年 嗯 我開始進入 這個叫做細胞療法的市場 那我有自己的診所 鑄射的 就是鷹面潮底鏈 那我有自己的試驗室 就是我有自己的科學家 和醫院合作 隨之慢慢的二十八歲生了之後 的兒子 我們拿到一個慈禮 那 這個生意做什麼呢 因為人家的科技 今天 來到一個地方 是真的可以通過 生立科技 來賺到 長壽人 所以我們現在的行業叫什麼行業 長壽醫學 簡單來說 我們大家一齊出力 把這個好的訊息 給未聽過的人 或者聽過不知道什麼 或者知道了 但是不敢放入口 因為這件事會致咬 是吧 那你就要看清楚 這是什麼事 那 如果今天 我們所做的一切的動作 你信不信 未來的三六五十年 當這件事普遍化了 你信不信 我們地球村的平均人數 是120歲 是 這些就是 再生科技的 本身的目的 是 那你想想 如果今天 這個革命 我為什麼要革命呢 直銷聽到你害怕了 害怕 很討厭的 真的 那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的靈匯 他定位自己 他想做一間 就是老闆過去十幾年的經驗 他就是要創辦一間公司 25年後 他自己會加入這個公司 他要做一間公司 目前來講 他根本不需要和其他股東交代 因為公司沒有股東 他做了決定 而他設計了一套 很公平的分紅制度 是 令每個人都得到很好的利益 不單止可以順滅 是 又很人靜大 又很適合每個人的 這樣一個老闆 他希望 他可以革命成功 令到大家都看到 其實直銷 可以正面 是 如果今天我們研究這個老闆 你要研究老闆很簡單 你們有YouTuber嗎 有 你上網打臨文通 你研究這個老闆 他就是知道老闆 他做這個生意 他有一個願景 他希望直銷應該要好像力會這樣做 才叫做直銷 而不是你過去的經驗你聽到的 你了解你 你誤會的 那你就會覺得直銷是負面的 好 現在呢 我們一說 我正在做直銷公司 你信不信 警察要抄你 他就走了 哈哈 你誤會你做甚麼 我做直銷的 你開始跟警察說 他就走了 他不抄你了 哈哈 現在的情況可以極端到這樣 消極到這樣 所以你想想 當臨文當我看了他YouTube之後 我覺得這個老闆是革命的 是 你要革命告訴別人 如果我做了之後 我成功了 革命了之後 會很多人知道 原來直銷 是基本上就是一種方法 令婦人和憑人做生意的時候 的距離可以拉近 是一個這樣的目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以做嗎 可以 我希望 我希望都成為革命的一份子 是 所以 新你的朋友 認真去研究這間公司 那 我經常知道 將來 來論的這個十六號 是吧 是 我們有一個 排會 是 事件證 你一定要很認真問你的朋友 他會帶你去 是 這個事件證會 你會更加練這間公司 做事的風格 除了這個之外 你們都要幫他留票 我不知道有沒有票 五月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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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東西 是一種培訓會 是 這個培訓會 老闆設計出來的目的 是希望 票公開的 你可以帶每個人去嗎 可以 你可以帶保險物去嗎 可以 可以 可以帶傳統生意的老闆 如果要搞組織都可以去嗎 可以 可以 所以基本上他是跟你說 我這間公司做了十五年 已經過百億了 這個是我成功的方法 希望大家一齊來學習 那他公開的意思 他連票都不收 就是免費入場 那你要問的就是 帶你們的朋友 你可不可以拿到這張票呢 因為 位置有限的 所以這兩場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今天是一個新人 你想看一門新郵 你想見一門新郵 這間公司 因為我們進來 是為了免費用的 是 那我們擔心 這不是自己免費 整間免費用的 是 那再忍心一點 賺多一點錢可以嗎 是 是 那再忍心一點 你又可以賺錢 我可不可以改變我生活呢 可以 那我可以辭職這樣做 可以 我做全職可以嗎 是 這個就是你會了 可以問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分享 所以希望大家 可以有一些看法 OK 謝謝大家